有人就要问了 这现在后米八子很有权利是没错 可凭什么说他会是秦兵马俑的真正主人呢 这个事陈锦元是这么说的 第一 身居高位的米八子有能力和财力去修建这么大规模的兵马俑 第二 兵马俑的个头都有个特征 有发肌 而且这发肌都是往右偏的 在古代往往右梳发肌是楚国人的习惯 而米八子的这个娘家就是在楚国 最关键的是前面咱们说了 兵马俑离秦始皇陵隔了有一公里多的距离 这点不可常理 可咱们如果把兵马俑当成宣太后米八子的陪葬的话 那就可以解释了 因为史料记载 秦宣太后米八子死后也葬在秦始皇陵所在的丽山这一块 按照陈女元的分析 从地图上看 太后墓应该离兵马俑更近 兵马俑的主人不是秦始皇 而是秦宣太后 还有物证有书证 这简直就由不得你不信 可是考古专家袁教授还是说了 不对 这是谣传 为什么呢 原因很简单 这种说法都经不起推敲 我们可以来听听 古代上映秦朝的时候 以右边为上 是吧 所以玩法机是偏右的 这又除过没有个 没有个必然的联系 那既然法机说明不了问题 那兵马俑和米八子陵墓的距离呢 这怎么解释 袁教授也说了 其实真正的宣太后米八子的墓 到现在还没找着呢 他所在的位置 仅仅是陈景元靠史料推断出来的 做不得书 最后袁教授还拿出了一个杀手锏 什么呢 你来看 这是在兵马俑一号坑当中 冲突的一把兵器 兵器表面清楚的刻着几个大字 五年相邦 吕不为造 吕不为是谁呢 咱们在影视剧里头没少看着过 他是秦始皇的丞相 人们最熟悉的就是 他和秦始皇那种 说不清道过名的特殊关系 说这位开创了历史的秦始皇呢 其实应该是吕不为的骨骗 不过呢 今天咱们不讲八卦 来说说这个吕不为的这个主要工作 身为宰相 吕不为必须要做一件什么事 他要监督制作秦朝军队的兵器 而且呢 经过他检验合格的兵器啊 都得在上头刻上吕不为的这个大名 说到这儿嘛 真相似乎出来了 兵马俑里边的兵器刻着吕不为的大名 这说明什么呀 说明兵马俑是秦始皇那一时期制造的 如果非要说这些兵马俑的主人是秦始皇的太奶奶 米巴子 那么只能用一个词来形容 穿越 那么陈警员有没有办法来解释 这个穿越这么不合逻辑的事吗 他倒是给出了个说法 说这些兵马俑坑在秦朝末年的时候 曾经遭到过起义军的这个破坏和焚毁 这就说明坑里头找到吕不伟哥 这很有可能是起义军当时带进去 丢在那的 不过陈警员的这个说法 考古专家们显然不能认同 如果后人扰断了扰动的话 那我们考古人员完全可以看得清楚的 是吧 这个地层并不经过扰动的 另外兵器那么多都是别人丢的 说农民齐军把他丢进去 农民齐军当时正好 他是正需要兵器的时候 他怎么把他兵器都丢进去了 丢进兵马俑坑里干什么 各有各的说法 各有各的理 其实在没有非常过硬的证据之前 历史命题有争论 很正常 也很有意思 历史文化就是在不断的揣摩探究 梳理和分析当中 方能够展现出巨大的魅力 不过相信 时间是揭开真相最好的武器 只要咱们的考古学家们 还有像陈警员这样的考古爱好者们 能够继续研究下去 真相早晚它是会出现在我们的面前的